第一个进来之后你要先了解的就是威力导演你在下面这边 下面这边他的这个我们一般这个称作一个轨道 其实跟我们涂层的概念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轨一个track一个轨道 但是他有一个跟我们一般不同的是 我们一般是涂层的话这个往上涂层就往上叠加上去 但是呢在威力导演里面 一是最下面那一层 所以2叠在1的上面 这样了解 所以他是越下面的反而是叠在越上面 刚好颠倒 刚好颠倒 因为这是跟我们传统的那个剪接软体的方式是一样的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会看到1跟2中间有没有一个叫fs 这叫做特效 所以你看上面对应到上面这边来 有没有一个fs 你就知道这个是用在这个地方的 好就用在这个地方的 所以如果你要用这里的效果的时候 当你要用的时候呢就要找哪里 你看我在这边 如果要用的话就要把它从那边丢下来 好这是基本的 那第二个呢 你刚刚看到这边 左下角这里 有没有一个时间轴的缩放 但是呢你这样要拉其实还是有点麻烦 所以我平常都是用这里 检视整部影片 有没有 按一下 它会让你的整部影片就在可视范围里面 这样我会先知道我整部影片的状况 整部影片的状况 那好了之后呢就可以搭配这个 有没有觉得跟刚刚那个看起来很熟悉 左右两边有没有一个小点点 这个就是给你选范围用的 好选范围用的 那剪接 因为我们影片进来 如果你是自己拍的 其实比较没有问题 因为自己拍的 你知道哪里是你要的嘛 对不对 可是别人拍的 我跟你讲 看一遍绝对不够 好吗 可能要看十遍你知道 你才知道哪一段是你要的啊 对不对 不然重点没剪到 然后剪到不该剪的 那你就完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没有根据是最好 那不然就是要这个 你们有看过人家拍片的 是不是有那个吧 有没有 请问它叫什么 打板 但是重点是那个动作吗 不是 是要看板子上写什么 好吗 因为板子上会写 第几场 第几幕 做什么的 因为剪接的人员 他没有到现场去 他就要看这个 这样了解 所以如果你真的 要比较专业一点的 你真的要准备那个打板 这样录的时候 会比较清楚 不然就是在录的时候 就口头先讲 也可以 这是比较 就是变通一下 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来看哦 如果你要做剪接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这里 这个 分割 有没有 你点到这个 我时间走在这里 就把它一分为二 有没有这样分开 但是常常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尤其是别人的影片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别的方式 来 你就从这个地方 剪刀把它按下去 一般最常见的 你按剪刀之后 它会跳出来 这里 有所谓的单一的剪接 或者叫多重修剪 单一剪接 单一的修剪 就是去头去尾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 有两个标示 两个标示 也就是这个 就等同这个 后面就等同这个 所以呢 你只要你的时间轴 你先拉一下 先拉看看 看哪一段是你要的 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这里 因为这个都不是你拍的 所以你就要 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 你如果不要这样拉 你就要按Play 按Play 先看一下 哪一段才是你要的 我看 拉过来 好 这里有一段可能我要的 我就来这边 好 这里 假设我要从这里开始 我就按一下 有没有这边就简短了 好 好那你再找到你的 结束的地方 你可以从后面拉过来 是一种方法 但是按这个会比较快 这样子 我的内容 就会怎么样 确定下来 这样叫做单一剪接 好 单一的剪接 有没有了解 这个比较简单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我们常常还有一个 就是所谓的多重剪辑 也就是说 我同一段影片里面 我需要保留什么 好几段 当然它有可能不连续 重点是它有可能不连续 所以呢 卡住了 要稍等一下 刚刚不小心当机了 所以在这边 有没有 重新打开 它就会有一次性的复原 要不要问你要不要复原 原则上 这类软件大部分都10到15分钟 会自动存档一次 好 所以 有可能不会恢复到 最完整的 但是至少 会有恢复一部分 不会说完全都不见 所以我暗示 有没有 还这我回来 对不对 这样你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比较轻松一点 好 那我们就重新进来 在这边 按一下这里 那多重剪辑 其实也是差不多啦 多重的修剪 你看这边 那它这里呢 这个是所谓的放大镜 也就是说 它把这个 目前看到的这个区块 把它放大到 这边 这样你可以看得比较细 当然你的放大范围 你可以缩小 或者拉长 这个范围可以改变 这样了解 这个应该就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一样的 你来看一下 看哪一段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看别人的 比较没有感觉的吧 看自己的会不一样 只是今天实在是时间不够 不然的话 应该是要让各位 真正自己拍一下 自己拍的才会认真剪 这样知道吗 玩别人的 都不认真 真的 好 你就按一下 这是我要的 好 我就要往后退 OK 这也是 准备它要开始跳了 好 我先到这里就好 OK 这样一段 所以右手边就一个段落了 那我再往后退 往后退 我看一下 这里 好 在这边 我要了 按一下 好 到这里 有没有 这样就两段 所以你必须要一段一段 找出你要的 那好了之后 一样按确定 既然你是两段 所以在这边 这里我放大一点 其实你也可以用这里 我觉得威力导演 有一个不错的 就是我们刚刚在放大缩小 这个时间轴 是用下面这里 其实它有一个更快的 就是在上面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游标变成这样 有没有 这样一拉 有没有放大 我觉得这个功能 对影片剪辑来讲 是真的蛮方便的 你知道在 时间轴上 空白的地方 这样一拉 这样就可以把 那个 显示比例放大了 还蛮方便的 这样剪辑的部分 有没有问题 可以吧 等一下呢 剩下十分钟 我要讲一下 刚刚我们看了 那四段 该怎么加进去 好吧 OK OK